VLOG VLOG 2019 这是今年第一个VLOG BREAK是短的 飞机是小的 目的地是近的 计划是没有的 最主要是希望在加拿大 未离开的冬天 和未来到的夏天之前 就走一走 你一离开就见一下 藍天白云水清沙幽的碧海 那就先散心 不要开玩笑 由这个窗口看出去 这个朝后组 很明显是一个很普通的朝后组 没有碧蓝的天空 更加不会见到可爱翠子的白云 至于那个金黄色的太阳 就想到不用想 不过飞上天后有可能不同的说法 就是这样 我们将会坐着这一格叫做 A330的空中巴士仔 向着东南方飞3800公里 去一个加拿比海的小岛 Barbaydos 假期虽然短 但是起飞之前 都有一两个值得留着的回忆 例如 我们明明迟了半个小时才起床 但是为了坚持我们省钱的理念 我们一样叮个蛋 煎个包 去 I mean 煎个蛋 叮个包 吃个早餐才去机场 另外 又是因为假期短 我们继续根据我们省钱的原则 今次 不用搭的士 不找Uber 一如自己开车 拍机场 打招呼 麻烦 Hello OK 奇怪了 自己的车 为什么我们 丢下了司机位 两个走来后面呢 因为这次我们 没有行李 所以就试 park and drive 我们这次试这间park and drive 就得意点的 它用你自己的车 车你去机场 Anyways 看看是不是它 不是 上了机了 9点零几分 机尾 37 H1K 不过好处就是 你看看 小机 所以 的两个位置 没有第三个人 就不用拿去厕所 就是这样 哎呀 一如播出一些非行中的片段 顶着当先 因为第一天真的 没有照片 不过合理的 5个半钟 Direct Flight 9点20分 机司准时Taxi 2点45分 航机停到 短短去Barbados 不过小机场 有道好 航机前后开封 我们虽然坐机尾 但是第一个下机 走去Custom 10分钟 不过不知哪个飞机 左头左勢 去到还有百多人 在前面 打蛇饼 打了的感觉 也有半个小时 没过Custom 就不让拍片拍照 过了又要忙租车 等车拿车 没有拍片 合理 说一下租车 也不知道很生气 还是好笑 3点半 一出到Open Area 看到阿强举着牌 等我们 Good Service 我们选的租车 就是小地区 便宜三分一 试一试 这个阿强 其实是有名的 他叫做Wayne 拿着行李箱 跟我们 旁边找椅子 坐下 一个组织的ATM 什么都搞定了 然后 带我们走出去 那个等候 你在这里等我 钱你收了 我又站在那 金服务 真的站在那 等了半个小时 他终于开车 一望的车 OH MY GOD 又残又救 不是吧 有照片 看看 那个就是Wayne 不过不要理他 看看车 软体没什么 近看 Fender 掉的 Bumper 花晒 Tai Rim 不知道磨了多少 磨到你绝对需要 怀疑 车胎 真的不知道没了多少 入了车 之后 没有Bluetooth 没有USB 想着没有歌厅 真是很惨 只是我们发现 原来有个好处 他的铰匙 救到一绿膠 加一条铁 就是铰匙了 连门锁也要自己 放入铰匙 箱里面锁 但是我们后来才发现 因为这个LOTAC 什么电子仪器里面都没有 我们是可以带上去潜水的 不用担心铰匙在哪 亦向正面思考 好啊 好 到处当然要介绍一下 我们今次选择这个白标准 叫做Moulin's Glue 原本是想对着铁匙 但是就说 越想对我们的那间 不知道是什么 爆水喉 他又这么老实 所以就说没办法 又要充分给我们 所以就设计了一间 就是2-back room 但是2-back room 没错 Total barrier 是大了 但是呢 其实是小了 哇 有蚊 首先为什么会有蚊 不是因为我开门 是因为 你就算锁了门也没用 你看看 这个真的是窗 但是有一件事很开心 就是那个Balcony 那个Balcony真的大得很夸张 你看到那个Jazz 那我们原本就以为 那个Balcony是拍照效果 拍到很大 但是因为现在呢 它这个upgrade 2-back room 就是在1楼 我们原本希望是2楼 2有少少少 Elevation 望下也好 但是呢 所有设备呢 真是新了 一个字 先转一下第1 那你们看到了 刚才在家庭里 又耍了一阵 之前那个Manager Colleen 又跟我们说了一大堆 A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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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走五分鐘左右 北面就有東西吃了 但我們不打算等到第二天才吃飯 所以我都是無刻沿著所謂的Highway 1B 實質上就是頭紋至D到黑某某某羊腸小徑一條 就超市了兩天的貨 輕輕輕的煮了一頓就睡覺了 抱著一個希望第二天就正式享受陽光海灘的心情 小想不到去到第二天都要搞到黃昏才能下水 究竟發生什麼事都要看影片才知道